風風不投 yes 剛我接到狗狗那一刻開始就預備它離別的日子 我就開始倒數 提醒自己要珍惜相處的時間 我們當家庭的工作裡面有一項事情 就是訓練狗狗適應不同的人事物還有獨處 那如果狗狗能適應 那牠不管去到哪裡 牠都適應良好 我們就比較不用牽掛 盡量完成這個階段的訓練 那離別就沒有遺憾 其實狗狗離開我就是 換一萬個人照顧一樣的好 寄養家庭申請的條件很簡單 你只要能夠帶著導盲犬、幼犬一起生活 把它養大 那我們會提供狗狗的飼料、用品、水電 還有狗狗的醫療 狗狗兩個月大概會到寄養家庭家裡面 然後大概待一年左右的時間 這一年內寄養家庭 會把狗狗健康的養育長大 並且會教導幼犬們禮貌禮節 然後最重要會帶牠們到外面 公共場所以及達成大宗交流工具 執行社會化訓練 一歲大之後就進來協會 訓練師們就會接手 開始給牠們專業的引導訓練 讓牠們在外面可以安全地帶人類走路 到達牧民地 其實我以前有養寵物犬 那後來我的寵物犬就是生病了 牠生命最後兩個月全忙 那我那時候當了兩個月的倒忙人 那後來牠就離開了 那我在想說 會是這樣的朋友 養狗狗會比自己養更有意義 也是回饋社會的一個方式 我們當健康家庭主要的工作 就是譬如幼犬以後長大 可以成為市場朋友 幫忙他們帶入的工作權 所以呢我們訓練就是以這個方向 然後我們去到哪裡都帶著牠去 讓牠有充分的社會化經驗 然後像我們去到餐廳吃飯的時候 我們的狗狗都會很安靜地 在椅子下面趴著睡覺 如果我們去住旅館的時候 狗狗也不會跳上床 狗狗就會睡牠自己的睡店 當健康家庭就是 我們會接觸到很多友善的人 我們也會有很多愛心的企業 比如說Live App 就是會捐給我們很優質的睡店 讓我們狗狗很健康和長大 對 這都很好 我會認識一下 你的愛心 超過如玲 非常好 很 Squat 都可以 大都可以 被我們想要去 不做過 人 感谢观看